那我這邊有個MyLink 那我的Link裡面呢就會自動列出來 而且呢 將來如果我要再產生QR Code或者是要修改 或者甚至我這個連結我不要了我要把它刪掉的話 那這個MyLink都會有這些功能 OK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不然的話我發現有同學就是 就是把它當拋棄式的用一次就算了 有沒有這邊用過了 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們這個點擊次數多少 它這邊會顯示出來 這邊有個More有沒有你把它按下More 它這邊就會跳出來 然後對應的網址還有一個Editor就是可以編輯 你可以 重新去給它一個然後呢update就是更新 Delete的話就刪掉另外QR Code這邊也會出現 還有Visys就是 而且它還蠻棒的就是它那個IP位置這些訊息 通通都會列出來 我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必須要有一個註冊的動作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就註冊一個 以後的話可以持續使用它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有同學教的 大概呢 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大概同學 做的問卷 大學生日常消費問卷調查 這個好像跟第一個 跟文學好像沒什麼關係 第二個跟中文系好像沒什麼關係 要不然你就在前面加個中文系大學生 就比較接近一點點 反正盡量啦 我們就是 不要偏領主題太多 你看看 那再來就是說 其他這個 第二個好像也是 這個大學生活開銷調查 不錯 其實 這個關於這個問題我也蠻想知道的 就讀 哪裡 目前 然後開銷 對於什麼呢 再來什麼 這個就很有關係 文學 文獻大數據 但是問題我發現會不會你到這只能給中文系的同學填 其他人看這會看不懂 OK 難度啊 而且他這個還不錯是說他好像還做了一個這個布景組這個布景組是預設的嗎 裡面有嗎 越來越漂亮 這個問卷可以做得很漂亮 那還有同學是做什麼 Instagram 日常 應用與影響 我是比較想說 Instagram與文學 對於 或者我Instagram與中文寫好像 他有沒有辦法扯上邊 平常用多久 現在好像年輕人都用這個IG 如果 好像老人都用FB 發現 FB的朋友好像會用的 好像他們都真的老人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 無標題表單 這個是什麼 請問學歷 高中大學 只有兩個嗎 如果是 以上的話呢 沒有 對於大數據了解 很了解 了解 普通 不了解 還有 非常不了解 有的時候其實不用那麼細 大概其實我覺得 還有其他 其他什麼 其他這個 然後 等等 設計部分 題目可能要再深思一下 還有 你這些 問題 你要有個對向性 你到底要給誰填寫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想一下 這個是跟大數據英文有關的 同學 填的問題 還有文獻等等 那 據你所知 中文系 小廁所 你知道中文系也有城市設計課嗎 對這個問題不錯 不過這裡可能要 就是加一個啦 就是你知道 就是全台灣的跟那個 原資大學其實會有落差 因為全台灣 目前也應該只有原資大學 中文系 有修必修 城市設計 這個應該是蠻大的特色的 那對於城市有什麼看法 你對中文系學生有什麼影像 這個問題不錯 只是選項太少一點吧 文青 怎麼都是好的 有沒有壞的 負面的 負面跟正面可能要各半吧 那如果支持文青 你有機會 認識中文系的學生的話 你想要跟他說什麼 來勉勵他 為什麼要勉勵 字數不限 OK 那最後當然 這個最後 應該都會有答案 所以你們可能要再思考 你怎麼樣把這個問卷 傳給 可以幫你填寫的人 OK 比如說你身邊的 同學啦 室友啦 或者親朋好等等吧 反正你 不過你要鎖定一些對象 那再來的話 填寫的人數越多 當然相對分數越高 我上禮拜講過 所以你要想一想 你有沒有什麼 你有沒有朋友 如果你朋友太少的話 可能填的不多 但是千萬記得不要造假 不要造假 不要說什麼都自己填 然後自編自導自演 全部都自己來 千萬不要 寧可少但是也不要做假 OK 大概會有這些方向給各位 先想一想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來看那個 後面部分 那我們的檔案就在這裡 GG.GG 後面的話 就是PPT to Excel 你當然等一下輸入這個網址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我們的主題 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有做了個問卷 就是說大家 比較想要學什麼 裡面 大部分同學第一名就是PPT 所以我們今天就像 做那個多媒體簡報 的 題目 那裡面的話請各位 第一個先 打開這個題目檔 今天的話呢 這裡總共有 總共有40題 不過我們大概不會講那麼多 因為這題目太多了 那我們基本上會講第1類跟第4類 的雙數題 所以今天的話會先講 102 再104 其次類推 所以呢 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說 要不就是把題目自己下載 題目要不就是你直接在雲端上看 你可以 如果 這個手機上 平板上也可以打開 它有PDF檔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就是說 再去下載 對應的練習檔 因為裡面 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底下這邊有一個練習檔 裡面 裡面就剛好應該 我記得好像我是放 10個題目吧 所以你就把它下載之後呢 我把它解壓說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解到哪裡 我把它解到桌面上 那解到桌面上之後的話 你開起來這邊 這個PPT類 把它解壓說字詞 解出來之後的話 裡面 就會有 10道題 剛好就是我們什麼 102 所以待會的話 打開 這些 但是你會發現 第一題 PPT嗎 怎麼會是記事本呢 其實就是這樣 第一個題目就是要你怎麼樣 學會 如何把 文字檔 你如果把資料打在記事本 如何快速的把它變成PPT的檔案 把它匯入進去 OK 然後分別按照題目要求 這個進去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剛剛的那個 PDF檔 裡面其實它就是會有一些條件要求 我覺得你可以把這個放大一下 放大看 裡面的話就是說 他說第一個 利用什麼呢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的方式 使用這個檔 剛剛就是這個檔 然後呢 怎麼樣呢 建立一個投影片就 PowerPoint 並且將第四個投影片 調整到最後一章 第四章 變成最後一章 然後做底下動作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存檔 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 GG.GG 如果你沒有註冊的話 我是建議你註冊一個吧 不然的話以後真的很難管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個你的問卷的題目 請記得 盡量呢 能夠跟 文學 要不就是跟中文系有點關係好了 盡量不要偏你主題太多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問卷 假如剛剛問卷做了之後你覺得 還是意猶未盡的話 你可以做兩個做三個都無所謂 反正呢你的 這個 做的越多啦 後面都是加分啦 OK 想想想看有沒有什麼跟 總共會有 六個題目要求 那你必須要看懂這上面到底是要你做什麼事情 好 好 好 謝謝 谢谢大家